大家好,家里停电了 角膜机用不了了 没有办法切割了 这个时候还着急使用 怎么办呢 大家不要着急 我来分享一个方法 用一根电线 就可以让这个角膜机转起来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来分享给你 我们一起往下看 我找了一根 电饭锅上的电源线 把那个岔头 给夹断了 然后 留了这样的一个岔头 我们看了吗 这样的一个岔头 把这里拨开呢 把这两个头 接到角膜机的岔头上 我们来看 我们随便接都没有关系 好了吗 因为它 因为这个呢 是没有正负极的 它是220伏 所以呢 它没有正负极 我们就可以 随便接 好了吗 我们再用胶布 给它包上 用胶布包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让它转起来了 我们往下看 我把它改成了支流电 看到吗 插到电瓶上 转了吗 转了吗 我们来切割 试一下 怎么样 特别的好用 特别实用 当家里停电的时候 我们照样可以用 角膜机 接到48伏 接到电瓶上 照样的可以用 把这个分享给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 再见